好的,看这里 西瓜很大,西瓜很甜 这是两句话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 我们可以只用一句话表达这 两个意思 它很大,它很甜 这是两句话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只用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西瓜 又大,又甜 跟我读西瓜,又大,又甜 西瓜,又大,又甜 注意声调,它是四声 又,又大,又甜 又大,又甜 对,很好,这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 然后再看这里 看这张照片 这是晚上 晚上 晚上外面的天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呢 白色 晚上 九点了,十点了 晚上的天是什么颜色的呢 白色的 老师说外面 外面是什么颜色 晚上了 晚上 黑色的 你看你看 对,是黑色的 你看 对吧 这是黑的 天是黑的 它是黑色的 晚上 晚上十点了 晚上九点了 外面是黑色的 像头发 头发一样黑 我们就说 外面 外面很黑 然后你看 看图片里 这种白色的 白色的 从天上 落下来的 落下来的 是雪 雪 雪花 你见过雪吗 白色的 很冷的 从天上落下来的雪 看这种白色的 这种 就是雪 你知道雪吗 知道 对 这就是雪 然后 你想一想 下雪了 温度很低 外面 是不是就会很冷呢 下雪了 温度很低 温度很低 是很冷还是很热呢 很热 很热 对 正确很冷 我们就说 外面 很冷 很冷 对吧 这是不是两句话 对吧 两句话 我们可以只说一句话 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 外面 又黑 又冷 跟我读 外面又黑又冷 外面又黑又冷 对非常好 这一句话就是 这两句话的意思都在这里了 这两句话的意思都在这里了 好的 看一下 这就是第一篇课文在教室里面的语言点 他在书上32页 又加一个形容词 再加又 再加第二个形容词 又第一个形容词 加又第二个形容词 他说一个事物有两个特点 西瓜 很大 西瓜 很甜 就是西瓜 有两个特点 我们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西瓜 又大 又甜 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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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我们用这个结构 用这个结构 表示 是 是 是 谢谢大家